你一直說你不要再回家 但你再回家 好萊塢電影《玩命關頭》第九集找來John Cena飾演大反派 他接受TVBS獨家專訪大秀流利中文 卻因為這句話遭大陸網友出征 台灣是第一次看到速度有幾請求 這個電影非常好 這個電影很大 但是你是第一次看到這個電影 John Cena說台灣是國家 當場讓大陸小粉紅玻璃心碎滿地 眼見有越來越多人氣的跳腳 昔日影壇硬漢不只在微博用中文謝罪 更罕見低聲下氣侵入道歉影片 我必須說現在就是很很很很很重要 我愛更尊重中國更中國人 捷運踩到大陸紅線就引發減染大波 也讓向來挺自由言論的美國人看傻眼 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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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參議員 柯頓 則是轉推 John Cena 道歉影片在標題寫下可悲 我覺得他們的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誰都知道柯頓是個什麼人 他說的話 就像廢紙一樣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被問到有人認為 現在兩岸對立情勢惡化的問題時 他把炮火對準民進黨 只要民進黨當局放棄台獨立場 停止謀獨活動 回到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來 兩岸關係就能改善和發展 現在新疆人權議題又被搬上檯面 美國國會報告指出 我們所穿的衣服用的太陽能板 可能都來自這樣的地方 約有兩百萬維吾爾族和穆斯林 在工廠遭虐待性侵甚至絕育 至少八家美國大企業包括可可可樂和Nike 雙方的原料資源成為打壓維吾爾人的幫兇 去年眾議院通過兩個法案 打算禁止從新疆進口強迫勞動的商品 卻在參議院被擋下誰在搞鬼 記錄顯示可可樂和Nike砸數十萬美金遊說 但這兩家公司失口否認 議員和維權人士呼籲美國人用行動反對種族屠殺 在雞蛋和高牆之間選擇站在人權這一邊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